今年好几个明星小鲜肉都开始了他们的大学生活 除去明星光环的他们在学校的表现也备受大家关注 今日媒体爆出了中系大一新生的合影 一样迁徙 胡千旭及李兰迪等都在合照 照片里素颜的他们少年气时毒拍照时还可爱的比出了剪刀手 一样迁徙是各大时尚杂志的宠儿 各种时装映照帅到迷昧尖叫 经常让人忘记了他只是个18岁的男生 在学校里素颜穿梯去的打扮 似乎更符合他的年纪 而且四字弟弟在学校里和同学们之间的相处也很不错 平时酷酷的他拍照时都忍不住低头憋笑 难道是刚才发生了什么局势 看来一样迁徙也是个外冷内热 但不得不说舞台 上高冷的迁徙真的非常帅气 杂志应照理 而他和现在的样子更是判若两人 在竞武团手游里造型的改变 也总是会带来极大的反差魅力 分分钟也能涮出千大佬的高度 这套中国风位一穿在迁徙 身上有种接头感 大面积的红色也不会有抢眼的感觉 这样充满国风特色的服饰 在竞武团手游中也能找到 鞋子上环绕的光效随着舞步变化 在舞台上跳起舞来 更加出彩 看完这张照片 还敢叫千禧地利吗 穿背心露出手臂线条 凸显的男人魅力 压低压舌帽给人神秘的感觉 如果在商城找不到同款黄色鸭舌帽 去染色攻防就可以把帽子染成 想要的颜色吧 竞武团手游里的服饰种类非常丰富 从服装到各种饰品 配件搭配应有尽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